《千禧》呢 《千禧》我觉得这个小孩说句实话 他有演打戏的天分 他演打戏说句实话 他这种物系灵感特别好 包括中文导演也尽量表扬他 哎呀这个小孩不得了以后 不要这样退 不要这样退 定跑 好了 小心你 这样 一 二 第二步 啪 啪 没错 一定 一定了 一二三 啪 没有反差 对 我去教你 预备 好预备 接下来预备 一二三 就是有一次我们要进一个山洞 然后进之前 我是要跟易烊千禧有对手戏 是打戏 然后易烊千禧 我就是第一次 其实那时候是第一次见面 然后我觉得这个小男生好有礼貌 就一直跟我说姐姐好 然后我就不忍心打他 我就 我第一次拍打戏 然后我就心里想 我要是误伤了他怎么办 我就一直下不去手 我就记得那一次恩机了好多条 打他 有点劲 我知道 我这个人家打他 我这个人家打他 打他 对 打他 这样子 就有点 就有点 来 来 我去 来 来 准备 一二 快打 打 打 哎 这个人 打很 这个时候保护就行 打得就行 打得就好 3 2 1 走一个 1 2 3 开始 还有一个你的键是怎么拿的 接触的位置 来接触的点 键这样拿着哪里 哪里这样拿着 这样的 这样拿着吗 这样的肯定是这样的 好 来 准备 好 准备 好 准备 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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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但是 我其实没有尾巴 没有尾巴 我本来只是福西山上面一只小野文 很小很小的时候 可怜我倒霉的爹娘兄弟姐妹 一波子 十七八股的歌 都让猎人也太死了 我的尾巴也断了 差点活不成 是六伟大哥就把我带了小石阵 我之前注意到杨谦是因为我觉得他算是现在年纪比较小的这一批怎么优秀的人里面跳舞最好的 加上我本来就是跳舞的所以我对于跳舞好的人我会特别的注意一下对 非常有好感所以之前我就有注意到他 正巧这次我们俩就合作了 他我觉得很用功 他几乎都可以在现场 就是来到现场不用再看剧本 因为他的词是很多的 可能我的角色意义上来说很多事情不用我来讲 是要交给小气来讲 但小气那个词每次都很长 他都之前不用看剧本 然后自己就可以一遍过一遍过一遍过 词无敌的时候可能就是年轻的优势 天玺我觉得他是很有反差的 就是他在拍戏的时候感觉挺安静的 但是我很多看他在舞台上的时候是很令人惊讶的 就是跟拍戏的他还有现实看到的他 那个样子是完全相反 其实我觉得其实对于天玺来说 他并不单单代表了一个流量的当红小生的这个词 他我觉得在十二十分钟他会得到完美的诠释李毕这个角色 我觉得大家要相信千玺的这个演技和他的 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首先导演我们两个对千玺非常有信心 他百分之百能胜任一个 能让大家看到一个非常出色的李毕 其实我觉得对于年轻演员 尤其像他们这种新生代的年轻演员 可能自身的一些东西更接近这个 原来的角色 没错 所以深的一些东西更接近原来的角色 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才好去理解 并且才好去诠释这个人物 那么如果离他太远的话 其实反而不好 那么后来我们见了千玺 我跟这个小孩聊天 我就发现千玺身上有很多是我很惊喜的地方 首先他的眼睛里头是有内容的 他有很多很深沉的地方 然后呢第二他很年轻 他甚至比剧中的李毕还要年轻 但是剧中李毕当年应该是23岁 23岁的一个小孩 执掌着整个金安司 他承受的压力 他要去承受的质疑 所有这些东西 可能恰恰是现在千玺能够实实在在感觉得到的一些东西 对 那么我觉得他敢于后来告诉我说 他说我想演这个角色 他其实承受的和他去 就是扛起来的那个担子是很重 恰恰像那一天的李毕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 我觉得他身上就会有我想要去看见的这些潜质 还有他很沉稳 他有不同于他年龄的成本 这些特质都更像是那个李毕 所以我后来觉得他特别像我心目中的那个神童 因为李毕确实是一个神童 就是之前有看采访 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慢乐的人 然后就是单不单心跟他拍戏的时候 空气突然安静 就是出现这种 不会不会 我也是一个特安静的人 你知道我这个快乐都是强称的 其实我是特别喜欢那种内敛的小孩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性格 我喜欢这种孩子 因为这种孩子内心世界会非常丰富 而且我们这个戏会拍半年 甚至时间更长 我觉得慢热不是问题吧 慢慢我觉得能适应下来这个环境了 但是刚刚事情没多久 然后明天就要走了 挺好玩的 不一样 跟别的节目都不一样 这个比较自由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天心你冷不冷啊 有一点 我拿个披肩 给你个好看的 不客气 就是我看到 因为我女儿也快十岁了 还一年十岁 所以我看到她 我往往也看到我孩子的感觉 她有一种很很习惯性的 对陌生环境的这种适应能力 因为我觉得她在这个生活的压力下 和她这个工作的压力下 和她这种成长环境 她走一辈子这样的人路都有可能 但是我从我的视觉 我觉得 我的直观 我觉得她没有一般的孩子那么快乐 不然就想到 我妈就是 我进门 她就会盯着我看 尝试在 在读这个 我脸上的这个表情 今天是高兴啊 不高兴啊 但是她最想看的是笑 那 我今天在千玺镇上 我找到的就是这感觉 我很希望看到她笑 千玺她是不太主动去跟人说话 她是一个人找事干 一个人闷着的 因为她在她这个年龄 和她这个事业的阶段 她可能理解不到我们想来的 就我们想找到的 生活的感觉 你喜欢吃这种烧烤吗 喜欢吃 但你吃的机会应该不多吧 不太多 不太多吧 老板要不你带千玺去拉科吧 我看千玺有点不忍心 有点不忍心 让她去陪笑脸去干嘛 但是 仍然很棒 这个孩子 就是没任何怨言 你让她干任何事 就是 永远就是好的 千玺 你也跟他们一起 当作为生 好 我挺难受的 其实 我挺难受 其实刚才她走 我想上去抱抱 但是后来我想 那你一会儿洗个澡 你还可以抱抱她吗 这个东西 深水有相逢 小孩 她会长大 将来我终于要找一个这样的挺好 长得又帅 又努力 默默地干活 默默地服务 还不说 挺有魅力的 这小姐做好看 干嘛呢 没事 跟你来说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今天会迎咱们 给你炒饭吃 在北京给你炒饭吃 好吧 保重啊 谢谢你啊 加油啊 保重啊 拜拜 好 我电话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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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过啊 祝您节日快乐啊 是我的老师啊 就是命运的 命运都是 Destiny 是吧 然后那个 Destiny 然后我们就 I'm my destiny 然后就开就就就就来了 然后来了之后 我都是那个那个 中规中矩的啊 然后向人老师问好啊 然后 而且一样的写 特别来近是在于 他就说你啊 人生就问他说你以后怎么想呢 他说 其实我身为以后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做做做人不能飘 然后就是那种老艺术家的话 都都能说出来 我觉得当时就熟大拇指 就觉得特别吧 能红成这个样 也算是中国那种开仙河的 是吧 他们太红了 所以说他们还能时刻 那个 跟自个儿这么说 而且上节目的时候 我看也挺自然的 因为你知道 好多那些特别红的人吧 都有点装 你知道吧 就是那种 你就是老感觉我帅 然后就是 就感觉不会好好说话 然后老感觉别人要看他那种劲儿的 但是杨千玺觉得 为什么我能够跟人关系 也就是说好一点 就因为我发现 跟他们接触起来 他们都很自然 然后也没有那些所谓的什么